異國獨特料理 眾人看了驚慌失措 裡面的該有的都有了 什麼 那瑪格完全不想看這一邊 有沒有哪一位感濕 什麼東西 我兩個女兒一看我煮這個 兩個都跑了 她說蟑螂的味道好重 蟑螂 真的 這一集通告費不要拿了 拜拜 今天這個來自世界各地的 台灣朋友 要在這邊聊一聊這個 一開始入境 大家說要問俗 那這個俗呢 可能他們從小沒有見過 所以會覺得很特別 像田中千惠 覺得台灣什麼事情 在日本沒有這樣呢 我覺得台灣的 拜拜的習慣 滿特別 因為日本的話 比較特別的節日 比如說過年的時候 才會去拜拜 可是像台灣 很多台灣人就是上班之前 車子不見了也要拜拜啊 小孩睡不著也要拜拜啊 隨時都在拜拜 隨時都要拜 還有台灣燒金座 對 金座 對 日本不會 還有蓮花啊 蓮花 還有很多房子啊什麼的 就是 那個拍戲的時候也是 對 所以就把那個拜拜一種 當成一種習慣的感覺 很特別 可是我覺得 讓人覺得很安心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啦 他在這個過程中 讓你會有一種 產生很尊敬的心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這樣的習俗 這個要問一逢了 一逢你曾經這個家人 有辦過喪禮對不對 對 我 第二任太太的時候 第二任太太是去世啦 不是 她 我跟她結婚的當中 釋出了她的 她的 阿嬤 還有她爸爸 還有她媽媽 所以三個人 三個我們 三個大人 我都有參與 這些 商事 他們辦得很道地嗎 有很多 都很道地 尤其父親過世的時候 我們就 辦得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 就是有 請了人來那念經啊 什麼什麼 然後整個儀式 都有人指導 要怎麼樣 第一步要怎麼樣 怎麼樣 那很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父親是病死的 然後 就有安排一些 一個 一個類似這個 一個酒坛子 這樣一個小東西 然後裝了一些 不曉得裝了什麼藥 然後把它當作藥這樣子 然後就 出兵的那天就 把它打破 丟在地上 然後 爸爸 你的病好了 你的病好了 就這樣子 好特別 而且 我們其實還會 燒很多東西 房子 錢 對 用人 房子 錢 我們都有燒 然後做一些 一個模型的 一個小房子 去燒 然後把她的衣服也一起燒 通通燒掉 但其實真的很特別 像這個台灣電影 這個父後七日也拍過 對不對 它裡面有很多 可能外國朋友七號的 Melissa 你有沒有覺得很特別 台灣人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差不多一九月 我跟人家說 你們這裡 山頂真的有夠無聊 無聊到這樣 真的 不知道要做什麼 只睡 吃睡 吃睡 有一個天跟我說 我帶你去世家 我說真的好 好 然後她摸幾車 當時我看到 哇 你看到 那裡有 之前要做 那裡 我跟人家說 加年華 對 我跟人家說 對 我跟人家說 那台車你沒看 我跟人家說 有一台車 都把人家包起來 都熄火 什麼食物都有 後面有一個辣妹在那裡 跳舞 對 對 她的刀穿過 有很少 有那個人家 我跟人家說 這聲音 我不要去世家 來去哪裡 我跟人家說 我跟人家說 你沒看那個老杰 不簡單 來台灣一句話 才聽到那個人在跳舞 還在唱歌 那是不是 很... 很好的嗎 他跟人家說 真的要去嗎 不會 真的要去 不會啊 你是聽到嗎 我說 我跟人家說 那是在做什麼 我說 好 你說 人家這樣 幹商事 對 他跟人家說 這樣你要去 我說 這樣我不會去 這樣台灣的 那個很奇怪 因為 在我那邊是 搬這種東西是 看的路 有可能 我們要去 要去搬那個 還有請那個美女在那裡跳舞 有可能的事情 我跟人家說 反正你們人往生了 你們不跳了 沒有 嘉年華就不跳了 沒有 不可能 我都常常在那裡祷告 所以沒有 你沒有過去看一下 然後人家如果是父親往生 你就說 你是在 靠 這也不敢 知道了 嚇到 這個巴西沒有嗎 11號的時候 沒有 所以我在台灣 我是抱我的 巴西嘉年華 帶到台灣 我們的文化 結果我也是 曾經被騙過 就是這樣子 看那個車 怎麼那麼多花 很特別 不是要搬那個 我們要流行 對不對 台灣算是流行 可是這一次真的很不一樣 結果也是一樣 知道是有在跳舞是給一個 往生的人 當場我哭了 我會覺得好不尊敬他 我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還在那邊好熱情 我們女生的感覺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很多男生會說 他會說 就是說是往生的那個人要看的 這個 其他人有沒有看過 20號大毛 嘉義還是南部比較多 我以前有住過嘉義 然後我記得那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 我死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會復活 就是看有那個辣妹跳舞 然後覺得 太厲害了 馬上會復活 所以這點 其實外國朋友看了 也會覺得很特別 怎麼會這樣對不對 對 可是 事實上我還是有一點了解 因為在國外 只要你是老人家的話 然後你過世 當然你的家人會難過 可是我們還是會覺得 這個人不錯 他過得很好 所以大家要為了他的 他的生活 就是 就是過得那麼好 我們大家就是要 慶祝 對 然後台灣也是有一點這樣子 有一點這個 反而我們在半張是比較像巴西了 對不對 很熱鬧又很熱情 真的是 因為我們在 尤其那個時候我在南部 就是開那個包子樓 我看到很多 確實是他們是比較 比台北還要再比較熱情一點 尤其還有一些就是 就是以前小郭他們 郭子賢他們去主持一場 在田中間這樣子 然後樂隊啊 大家 哇 跳舞 進歌 熱舞 所有歌手都來 弄完 想說 都沒有人 是為什麼 跟那個講說 沒有 這個是 是 給那個 我嚇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台灣人真的很熱情 對 看得到看不到 都要招待一下 對 都是他們是扮給好兄弟看的 然後在 我們在墾丁那邊也是 他這個 7月8月 我們那邊都是海邊嘛 這種意外事故都特別多 那個就扮得很澎湃 那真的是很澎湃 那種我們體 那根本不是 好兄弟看很開心 我們看也沒有不開心 我們也特別開心 是 了解 我一直在把筆寫擦一看 所以 所以就是台灣特殊的文化 特殊的 非常特殊的文化 不過好像2號 3號 都是來自越南的 佩穎跟青桃 其實你們對於台灣 還有一些民俗活動 也是印象深刻 像青桃也是覺得 我小時候 越南已經不能放鞭炮了 對 然後來台灣的時候 有一次看到 馬主繞進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 然後放鞭炮的時候 我好開心 然後跑過去說 新年快樂 恭喜 又好棒的 就然後後來我媽跟我說 那個是 媽祖繞進 媽祖繞進 對 然後是一個風俗習慣 然後我就覺得 好白目 這個有沒有人去參加過 媽祖繞進 還是那個風炮 岩水風炮 6號 岩水風炮 參加過 你參加過 有沒有戴安全帽 岩水風炮是要裝備很好的 寒丹的時候也有砍 你也有去 炸寒丹也 有 你有被炸到這樣 沒有 可是他們都是一直笑 在下面有 打火機在玩 我看我的人家 你參加過炸寒丹 那你太道地了 我是覺得它是很熱鬧 我們來台灣住 就是生活過著是 都很 都是只有在家 帶小孩 每一次有這樣的活動 我們都會覺得說 它怎麼很熱鬧呢 就是會站在前面看 甚至有一次 我是有 有站在我們家公園那裡 就是有一個舞台 還有就是 有小姐來唱歌 跳舞 然後還有 就是剛開始穿的衣服很多 然後唱了一首歌 然後就是拖了一些 開始拖了 然後從 就是穿 我就看到11點 看到11點嗎 這個就是最後 哇 你看到那麼多點 只有3點吧 只有3點 我有嚇一跳 3點 對 好了 就是那個時候 我就變成說 擠在前面 本來我是很前面 我就給後面的人 就擠到後面來 不過其實連我們自己台灣人 這樣講好了 像我從小看鹽水風泡 是真的要再透過電視看 我們還真不敢進去 那個 那個很會的炸傷 那個都要很多層的那個 安全帽以外 手套都是什麼雨衣 還有什麼那些 都是兩層 那真的是一個世界奇景之一 因為它是城門樓的那個 風泡架在這裡回床 對不對 不是一兩根鞭炮 我也是近看的時候 衣服脫掉 就是結束了以後 衣服脫掉 全部裡面有 衣服好進來 都有那個 砲灰